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广化 我们是肉食动物 也到年底了 要做总结了 是的 我今天也做了一份个人的年终总结 对 还专门做了个PPT 还做得挺精致的 想不到吧 来看脱口秀 还看PPT 对 我的个人年终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录的部分 还有个目录 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 这个大家还挺想了解一下的 第二部分是兼计和健康 盖上了呀 这不是盖上了吗 第三部分是工作部分 又被盖上了呀 第四部分是年度事件 这完全现在看不清楚了好吗 最后是我的新年愿望 这已经飞出去了呀 怎么就飞出去了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信息部分 你现在最后好好说好吗 还挺帅的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遍吧 没必要啊 不好意思 手又滑了呢 还不错 不要再放了呀 好 生日呢 是3月20号 哦 双鱼座是吧 身高是1米83呀 看起来好像更高一些呢 学历是本科 这个你跟我说过 婚姻情况呢 是李懿 你前段时间不是刚刚生完宝宝吗 座右铭呢 是明天会更好 李懿的明天不会更好吧 以上就是网努力的基本信息 网努力是谁呀 下一部分 这个不是应该接受你的吗 我的经济情况 哦 经济情况 很认真地做了一个表格是吧 以下就是我的经济曲线图 活动很大呀 自从买了基金之后 一切就平稳了 你买的哪是基金呀 整个人也平稳了 你练图平稳了吗 你该去看一看了吧 我确实看看我的银行余额 不是让你看银行余额好吗 而且这余额也太少了呀 是啊 我着急的口腔都烂了 啊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因为我有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函数页 搭配活性泰雅膏口腔修护力MAX 怎么还接了个广告呀 叮当 现场给你打款吗 而且这个广告费用太低了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身材管理的部分 哦 还有身材管理是吧 哦 你是什么时候 把自己的肌肉轮廓练得这么好的 相信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这就是我的体重曲线图了 体重曲线跟你的肌肉轮廓完全重合了呀 后面那张图没有必要要了吧 而且这个峰值是怎么回事 之前太太在坐月子 偷吃了些她的月子餐呀 你不要偷吃你太太的月子餐好吗 接下来看一下脱口秀能力的部分 哦 这个要说一下的 今天最开心的就是拿了第七名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的能力是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哦 是有个六边形的能力图哦 是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能力 满了呀 这就满了嘛 啊 确实是如此的 你也没必要炫耀了 你已经是六边形战士了好吗 没必要再炫耀了 nice 停下来吧 好不好 作为对比呢 我们来看一下周老板的部分 哦 还有周老板的 是的 时间炸掉了 周老板太强了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广志和志胜 哦 还有他们俩的 这个六边形完全没有关系了 很符合他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工作的片段 哦 你的工作 哦 是 因为我是设计师嘛 哦 对对对 哦 这个是机长是吧 想说你们团队很团结 在疫情期间 我们因为密接导致全员隔离 这张图片应该说是团结的意思呀 哦 这是你们办公场所是吧 是我隔离时的酒店呀 没必要放这张图片嘛 按你的意思 这是你隔离之后的生活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两张一样的图呢 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大家一起来找茬了嘛 这是我隔离期间最喜欢玩的游戏了 接下来看一下年度事件 哦 还有年度事件是吧 今年最开心的是去看了奥运会 哎 没听你说过呀 我去了 而且近距离看了比赛 太近了吧 这也太近了呀 见证了一些历史的瞬间 不要坐在那里呀 还差一点问我的偶像 要到了签名 苏神就在现场 你是怎么都知道他 你去追着看看啊 出了奥运会 我还见证了一滴季夺冠的瞬间 从奖杯里出来了嘛 你怎么不上天呢你 你说的是这个吗 真的是上天的呀 那一刻我状态良好 你是不是只好应该穿一个宇航服啊 这完全违背了物理规律了好吗 接下来还有一些隐藏事件 还有隐藏事件吗 比如那谁谁涉嫌那啥啥被那啥 你在说什么呢 那谁谁涉嫌那啥啥被那啥 你要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大家都懂的 以及那谁谁涉嫌那啥啥被那啥 到底你在说 这张图片好像很熟悉啊 是晃晃偷师被拍了 我只是偷吃个橘子而已好吗 不在是太羞耻了 没必要把我烧了吧 最后呢是我的新年愿望 新年一般大家都会许几个愿望的 我有三个新年愿望 有三个是吗 那我们看一下啊 分别是这些这些和这些 怎么就是模糊的呢 新年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呢 那你把这些PPT删掉好不好 你自己在内心里许就好了 最后我想用一句名人名言 作为收尾 明天会更好 这是哪门子的名人名言啊 这是谁 你等一下 是我好朋友王努力的名人名言 我就说是他嘛 最后转发这个王努力 为什么要转发他呀 2022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广志 谢谢谢谢谢谢 有一个观众还好说 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 80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直接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我往这点节目 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 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 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平时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他打两份工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加塞赵金子一看 张博洋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 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 世界上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 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 运动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 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 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 就跟上学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班着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 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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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 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 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 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山长吃的苦都比较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 野蛮哥哥 野蛮哥哥 我还是相信我的广志哥哥 谢谢广志的表演 喜欢广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 锁票 我先不采访领校园吧 我先采访一下杨丽吧 这个 这位会疼人 会骂人 会疼人的朋友 我没骂过你吧 挺疼的 挺疼的 我俩人不好意思了 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 杨丽这么能吃苦吗 我也有 我也有很多苦可以给你吃 你带你这是什么公司 像我文化是个争婚 这个是一个婚戒的公司 对不对 我的天哪 恋爱独义 恋爱独义吗 恋爱独义 我们就是一个恋爱独义 好漂亮 男性要狡猾 对不对 我现在是把这些男的都吓坏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又来录这个脱口秀大会了 真的 这一季就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我这一季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写不进去段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发现这个事已经不刺激我了 我紧张不起来 因为我前一期老觉得 我只要随便演演就赢了 你是吧 我错过错过太简单了 你知道什么才难吗 恋爱 恋爱可太难了 恋爱之难 难于上节目 我甚至为了谈恋爱 还去录了一个节目 叫锦一日可恋 你们看了吗 千万不要看 那个节目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每天都要出去 认识一个新的男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话 朋友们千万不要把爱好当工作 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 认识男的会这么痛苦 我跟你说 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就是男人在我精神领域的 这个含量 已经到这儿就是顶 录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都恍惚了 我去问导演组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急着找男人啊 不是有一个孩子 等着上户口吗 赶不上小学开学了 然后他们很过分 他们可能想在这个节目上 多展示一些男的 所以他特别害怕 我喜欢上前几位 所以他就找一些 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 简单来说 就是我段子里吐槽的类型 我才明白 吐槽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要不是吐槽这么明白 他们也找不了这么准 谈恋爱可太苦了 这一年我真是没少吃苦 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 但这也真的只能怪我自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们平时看到我 你知道潇洒 自由 情绪稳定 可以说世界一切美好的品质 都给予我一人 但我一旦谈恋爱 我就会变得脆弱 多一些斯底里 你知道我们这一年 已经有两个男的 说我说话像穷瑶了 当时我觉得我 杨丽 我说话像穷瑶 给我气得 就马上去看了一下 穷瑶写的东西 我发现写得真好 写进我的心坎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 当我面对着 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真是跟紫薇一样 瞎了眼了 我总是喜欢上 特别差的人 而且越来越差了 真的越来越差 差到什么地步 就这么说 这个节目里 所有的男演员 我都喜欢过 没有一个好东西 王面是好的 我为什么 总是喜欢上 特别差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 我最终可以改变他 就是虽然我看起来 特别普通 但我实际上 特别自信 你怎么劝我 都没有用 你特别夸张 你说这个人特别差 这个人特别坏 这个人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强强民女 还发动战争 我都会说 那是因为之前 没有遇到我 没有遇到我 快别废话了 快让老娘去点话她 就是 我就想奉献我自己 你知道吗 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杨丽 嫁人 我觉得啊 我谈恋爱都快谈疯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挣的这点钱 将来都得被男的骗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我再也不谈恋爱 我不追求恋爱了 我准备结婚了 我受购 每天那种 在家里 就是患得患失 你想着说 她到底爱不爱我 我想过那种 很确定的生活 就是每天在家里 就是心里想 我确定 她就是不爱我了 但是她再也甩不掉我了 很踏实 而且结了我隐喊 我再也没有之前的痛苦了 我再也不用认识新男人了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受够了 再去听他们嘴里 那些我根本不感兴趣的 无用的知识 我还要假装很感兴趣 你知道吧 就为了让她开心 最后对自己造成 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只能喝酒来麻痹自己 我非常擅长这一点 就是你 很简单 就是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就说 啊 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讲讲嘛 哇哦 好厉害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不然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都一样 咱们女人啊 到哪儿都得伺候人 说到这儿啊 我还是想和大家说一句 我前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胡说 我真的是非常向往和恋爱和婚姻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年 我所有人生都太顺利了 我需要一些挫折 就是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 好像都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我好像脚永远踩在地上 就是你可以总结规律 所有工作你越做越好 然后你可以趋利避害 但我特别希望我人生中还有一种情感 就是能帮助我 不是考虑利益 就是能帮助我超越我性格里的自私和懦弱 达到一种 就可能是某种有力量的永恒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有一次我就把这句话 跟我一个喜欢的男生说了 我说 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谈恋爱 我是喜欢那种超越的感觉 然后他也特别认同 他说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杨超越的感觉 行吧 那就祝福你吧 希望杨超越也能喜欢你的感觉 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也像我一样瞎了眼的话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比赛真的压力很大 每天写段子 而且我发现人啊 真的是这样 你平时也不努力 但经常会在特别不恰当的时候 突然努力起来 比如说我一写段子 我想说 好想看书啊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会在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醒悟 我跟我说 杨丽 别等了 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说 他姐这过马路呢 你超什么急 你和阎王有个约会啊 就得抢这几秒 阎王也喜欢年轻一点的 真的 他不光珍惜时间 他还特别勇敢 我发现 他过这么多年马路 他从来没有看过红绿灯 他都是看别人 他觉得别人能过 他也能过 他也能过 所以他也不是怕死 他只是不想孤独地死 我懂 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 也是没有抬头 就那么直接过 然后这时候一辆车 咔起下车就停在我们脚边了 这个时候他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想起来都特别骄傲的话 他脱口而出 他说刚才是谁戴的头 他就知道问题的源头出在哪里 他就知道出事了 该怪谁 后来呢 我也来说脱口秀了嘛 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希望他还活着 就这两年呢 确实也尝试了一些 其他类型的工作 比如说我还去客串了几部戏 然后 然后我发现 这些工作特别不利于我说脱口秀 因为外边的演员都长得太帅了 真的 你搞得我现在根本不想说脱口秀 回来看的这些脱口秀演员都特别不耐烦 你知道吗 连庞博跟我说话我都爱搭不理的 我说 我说这谁啊 好平庸的一个男人啊 真的 和帅哥一起工作 你知道我演了几个戏以后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佩服专业的演员 人都说像我这种不专业的演员 入戏很难 我演过才知道 出戏更难 因为演员看别人的眼神都特别专注 你知道吗 经常是他刚跟我说 你好 然后我就完了 他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 回来以后就不想干就想演戏 跟导演说导演我太爱演戏了 每天查不死 他们想就想演戏 你说我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戏痴啊 导演说不是 你这就是常见的花痴 他说看你对帅哥这个态度 脱口秀都是别人写的吧 我现在确实性格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前两天我跟一些演员朋友们吃饭嘛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杨丽 你现在有点油腻了 我想说我没有 我啥也没干啊 就只不过他说要敬我一杯酒 然后我就说就干净啊 我说点啥 油腻吗 油腻就油腻吧 我也想开了 我要拥抱油腻 清新之日约了别人 委屈了自己 油腻不光让自己很舒适 还让别人很难受啊 所以我现在每天没别的就想变油腻 每天没事就在家对着镜子许愿啊 说魔镜 魔镜 你说谁是世界上最油腻的女人 不仅在动作上 在言谈举止和思想水平 这方面我也得跟上 所以现在李淡阿成路有什么酒局 我都不让他们去 我去 人家是替父从军 我是替哥参局 谁说女子不如男 到时候我就摇着一杯红酒水 这个刘大哥讲话啊 李太偏 来来来 坐在丽姐旁边 这个脱口秀啊 我擅长 想当年 姐在脱口秀大会 那也是叱咤风云 谁看了 不得说一个 这个 来 你看姐心盘这串 亮不亮 就像你的头顶一样 幽默吧我 我真的觉得 我这才真正的 我要是会这个 你说我在社会上过得多好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不够油腻 等有一天我真的油腻了 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刚才就直接改名 我不叫杨丽了 我就叫杨丽 丽丽 所以我最喜欢湖南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现在就叫我丽丽 丽丽你好 你嗨哦 然后我就 懂我 你知道我为了练这个动作 看了多少食品吗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他们的动作真的好多哦 他们不光有 这个还有那种 就是那种 动作特别多 但你让人看得特别貌伙 特别想教训是 你说你给我老实点 你知道 不是他为什么 你知道看这种视频 你手机就会不自觉地越拿越远 你知道 好像如果这样 他不小心就是跳出来的话 你比较容易能躲开 你知道 然后你有的时候看一会儿 你还要歇一会儿说 就是让人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在现在这种作品已经不多了 除了我的脱口秀 你知道 所以呢 希望大家没事 除了看油腻视频以外 也多看看我的脱口秀吧 谢谢大家 我是妮妮 谢谢妮妮 三 二 一 请锁票 妮妮 改名了以后就 我好勇敢 为什么突然间非要油腻呢 这个怎么这么挑战自己呢 这个追求实在没必要 我必须向各位 我得作证啊 杨毅在他的生活中 没有一秒钟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怎么干净 没就是想多演一点 想挑战一下表演 其实是 花姐听着有共鸣吗 杨毅真的厉害的厉 就是讲生死的那一期 我朋友圈啊 就是刷屏了 对 好多是我们圈的女性啊 制片人啊 导演啊 就都转发那个 我觉得那个 那一期特别动人 就是我觉得杨毅现在 就是她 很自在 而且她 还挺让我震惊的 会挑战很多 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而且你刚刚在台上 那个演 那个 我就特别不想看见你那样 对 但是 对 我真的不难受 对 但是能够感受到你 她在想去表演 你是过瘾的 其实是吗 我就是觉得好玩 而且我今天这边 眼线一直在晕装 因为我一直在练 这边的眼线一直在晕 就是因为比赛参加的次数多了 就是想演点不太一样的 要不然对自己来说 就是很无聊 你俩张开都被腻起来了 对 因为尤其像杨毅这种 她就是 很多喜欢她的朋友 甚至有的朋友 据我所知 也不太看透口秀大会 只看杨毅的东西 而且她很有可能 只想听杨毅说一些 就是她听惯了的东西 所以杨毅像做这样的突破 对自己 还是很挑战的 而且你这个话题 其实 我觉得应该很多男生 会去反省一下自己的 就有时候有你 不用不用 千万不要 我真的 因为我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捆绑营业 就这个时候 就得拿那几个老哥们 出来垫背了 就是一滴油 可能挺油腻的 一锅油 也可以炒菜的 所以我们就是打算 油在一块 腻在一起 那你们那几个 你觉得谁对油 肯定是 不是那个 我觉得呀 那个 肯定就是我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怎么说呢 它其实是一种小的 微表情 和一种 所谓的自信 就是有时候 可能你对自己有误判 你才会让别人觉得油腻 帅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它这个东西是好笑 但是同时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没有必要那么严肃的处理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 生活中 工作中 与人接触当中 有一点点的过分的自信 而导致别人看上你 看你有一点点的油腻 所以这个 在大家听来 是有冒犯性的 是吗 不会不会 我不会觉得 我发过微博 挺你的 我不会觉得被冒犯 但你们一说 我就会觉得 这个也有冒犯性 被你冒犯是一种荣幸 OK的 谢谢 爱你哦 爱你 那我解释一下 我真的里边 我这些稿子里 可能有些夸张 但我有一个 比较真心的情绪 我觉得大家保护自己嘛 就是我就觉得 可以以油制油 就是大家会说 比如说在社会上吃饭 到社会科 说一些酒桌上的话 有时候 它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它是不是有点假事 是不是有点油事 但是呢 它最简单 它最简单 你刚刚认识 初次见面 你给人家整一套 真心换真心 可能就给人家吓着了 有时候 就我知道GiGi的意思 就是社会一点 或者所谓有一点 就是对 大家先自己坚强起来 先自己能改变不了 别人先做到自己这个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四年 参加退口秀大会了 你知道 还是单身 不知道咋搞的 你知道 而且每次有人听到 我是单身以后 就会有一些姐妹说 说 哎 你也单身 我也是 看来啊 咱们搞笑女 就是注定没有爱情 醒醒吧 姐妹啊 说句不好听的 咱们没有爱情 不是因为咱们搞笑啊 不要在生活中 自称搞笑女 因为据我的观察 凡是自称搞笑女的人 可能不光没有爱情 甚至都不太搞笑 你知道因为真正搞笑的人 没有人自称搞笑女 我们都是先自称美女 然后旁边有人说 她有点搞笑 怎么听进去了 搞笑女 确实谈恋有点难 因为你知道 我们就常常这种 就习惯了 当我们见到一个男的的时候 第一反应 不是用我优美的姿态吸引他 而是用我滑稽的行为 逗笑他 有一次我不知道咋的 我就跟一个男生说 我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给自己改个名字 就叫美若天仙 他也没笑 你知道 我说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你想这样 就没有人有办法骂我了 他骂我的时候 都会像在夸我一样 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他听完说 可是我有办法骂你 我可以说 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也不照着镜子 我说还是你搞笑 搞笑难注定 拥有爱情啊 加油吧 何广之 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但我身边的人 都一直在谈恋爱 我发现很多女生 谈恋爱啊 她现在追求的 已经不是幸福了 而是一种刺激 你就感觉 她们的原生家庭 应该是有一些创伤 就是她爸从小 应该就没有打过她 所以她谈恋爱 唯一的目的 就是吃苦 所以她在人群中 选男朋友 就跟我奶奶 在锅里选排骨一样说 给我来那个最烂的 就是她了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地 爱着她 在经过一系列的争吵 猜忌 劈腿 复合 冷暴力以后 我每天再也不用加班了 我要在闺蜜的怀里 哭到天亮 可是姐妹们 你们谈恋爱是谈爽了 你们考虑过 闺蜜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这两年 一场恋爱也没谈上 那个苦是一点也没少吃 就是一宿一宿 给我熬的 我有的时候都忍不住 怀疑我 我闺蜜 她根本没有男朋友 她就是在我面前演戏 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死我 关键是 你真的摸不透 一个恋爱中的女的 是咋想的 就是她前一秒 还在跟你说 她太过分了 杨丽我再也不理她了 我刚起了一个大发 我说早就跟你说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说我们和好了 我说除了你男朋友以外 真的想不通 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问她 我说她这么折磨你 你为啥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她说 杨丽 这就是你不懂男人了 我说 也是很久没有人这么说过了 你们有看过 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吗 有 好 没有男朋友 我看过 你看看 来抓我呀 抓我呀 那我不是真的想看她的内容 我是享受那个沟通 和辩论的过程 你知道吗 我一般都是先说 来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 然后她就特别激动说 我最烦别人看我手机 我说 那我最烦别人 烦我看你手机 她说 你要非要看我手机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说 你要是说我不相信你 就是不相信我 相信你 快她倒吸了一口气 她说 那这样 你要是非要看我手机 那我也看你手机 我说 那我不看了 就没有手机一样 你知道吗 那这样 咱以后就说好了 从今以后 我也不看了 看你手机 你也别看我手机 咱俩对待恋爱的态度 就是各玩各的手机 我现在不用看别人手机了 因为我养猫了 但我特别受不了那种 把猫当儿女养的人 我觉得现在人好奇怪 非要和父母当朋友 然后再去当猫狗的父母 就是你经过猫同意了吗 而且猫多高冷 我常看那种短视频 那个女的特别兴奋 说妈妈回来了 来来妈妈抱抱 然后那个猫 就这样看着它 好像在说 你是谁 跟谁没大没小呢 叫爹 我养了一只 小母猫 叫嘟嘟 我特别爱它 我在疫情期间 幸亏有它 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人 都是它陪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 每天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真的觉得挺好 结果没想到 一个多月以后 它突然就开始 整夜地乱叫 你知道本来就出不去 现在就更烦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想让一个女性闭嘴 这样我很欣赏 那种直接的表达 我也觉得我们女性 想要什么 应该勇敢地说出来 但是 能不能真的 不要再喊了 你喊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就你这样吗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一样的 谢谢 谢谢 3 2 1 请锁票 我是想最后拍的 那最后这个包袱 确实是有点 超越 超越的这个表现 应该就是很多女孩子 隔着屏幕看杨丽的 那个反应 就是很过瘾 就这个话 你让我说我不敢 有人帮我说 你说我支持 我支持 我觉得挺好的 它里面 就是有些时候很狠吧 然后又很劲 像你跟娜姐俩人 都算老夫老妻了 还会看手机这事 还会有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都会 就是有时候会给她看 你看这有个什么 别人怎么样 还真是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另一部呢 哪有什么另一部 没有 怪不得你不幸福 我都是把手机 调成自拍 给我老婆看 你看这人多美 所以幸福 超越跟杨丽 之前还拍过戏 对对对 还有杨蒙恩 我们仨 对 他们演那个天王 就是神仙 什么 是这样 杨蒙恩演天王 他和超越是闺蜜 对对对 我们扯头花那种 经常打架 对他俩就在地上打滚 杨蒙恩这个 不要脸的东西 结婚以后 跟杨朝越演闺蜜 沈头花 但是很好玩 很好玩 行 那我们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也谢谢杨丽 获得了三个拍灯 请坐 我自己是挺舒服的 内容我自己也比较舒适 节奏我自己也比较舒适 就舒服地演下来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朋友们 推网把我累了 现在这互联网上 都没有人骂我了 这一期 我本来就想写一点别人骂我的事 之后打开微波以后 没有人骂我了 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不是说好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吗 你知道我要想写这个东西 我就得先了解它 但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 短时间内你很难了解 但是却很容易沉迷 本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还在那一宿一宿地了解互联网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我一个段子也没写出来 但已经学会了三种舞蹈 八种妆容 以及十种和喜欢的人推拉的恋爱技巧 他们说啊 想让一个人喜欢你 你要学会推拉 不要太热情 不要老找他聊天 你知道 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 我试了一下 现在已经跟我所有喜欢的男孩子们 都失去联络了 这一季啊 确实在网上骂我的人 不是很多了啊 他们都忙着骂我们这儿的其他人了 我就感觉 大家在现场的时候 明明挺随和啊 为什么一上网以后那么严格呀 来我们这儿的领校园 特别是女的 来一个说一个 再这样下去 只能由我来当领校园了 而且 你就天天生气 人家为什么不懂脱口秀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还质问李大人说 为什么不能请一些懂脱口秀的人来 因为懂脱口秀的 要在台上演脱口秀啊 真的 在录节目的时候太难 录节目是对你情商的极致考验 这一季不是斯文回来了吗 你知道莫名其妙 不是 不是说他回来的莫名其妙 是 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然后就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好 我们俩也没什么 就因为我们都是女生 你知道 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好的 比觉得程璐 跟他关系不好的人都多 还有人挑事儿说 现在斯文回来了 你们觉得 你和斯文 谁才是真正的脱口秀女王 我说 李雪芹 其实网上为什么老吵架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 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经历的事儿不一样 没经过事儿你很难 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体验 就是去年我跟我妈 开始能互相理解了 在我爸去世以后 有一天 就是跟我妈在床上躺着 我说 妈 要不 其实你还挺年轻的 才五十多 要不你再找一个吧 他将来也能照顾你 我妈想了想说 不啊 我现在一个人多好啊 就是自有自在 想干啥也没人管我 我说 你现在理解我了 我说 其实我也那么一说 我也不是真的想让你找一个 我是怕你 后半辈子以后 就要跟我过了 他说 你现在理解我了 其实这两年 我一直都想讲一下 我爸去世这个事 我真的 从这件事情上 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你知道农村那种葬礼 你们参加过吗 农村那种葬礼是那样 就是 他不是在一个地方举行 他要从你家 然后去墓地 这一路上 你们要在街上走 然后所有人 所有人 村民们都会来围观 你知道 围观的时候 他们要看 一边看 一边评论说 你看这是他女儿哭得多惨 他好孝顺 什么什么的 你知道那种压力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然后那天早上出发之前 我就发现 我弟一直眉头紧皱 他特别紧张 他跟我说 他说 姐啊 我压力好大呀 我担心我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 我哭不出来 我说没关系 我也哭不出来 他说好 结果我不知道 那天我咋了 我一路上大哭 哭得跟我出生 那天一样 然后我弟 他本来就哭不出来 他看我那么哭 他越看越生气 他更哭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 他以后就是我们村 最大的不孝子了 然后我就一路 回到家以后 我还坐在那儿 然后情绪也没有走出来 我就看见我弟一个 一米八大汉 怒气冲冲 一直盯着我 然后向我走过来 然后他狠狠盯着我 他说了一句 他说 姐 你这样也显得我 太不孝顺了吧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他这句话 一下就把我 从那一阵的悲伤情绪 里拉了出来 然后我也不想 他太难过 我也想逗他一下 我说 你知道我们做艺人的 有的时候 有观众的时候 别人就是不太一样 然后他也笑了 当时我就明白一件事 就是不管你遇到 多么难过的事情 永远有人能让你笑出来 还有家人能陪伴你 我还明白另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相信 你眼前看到的那一点 就像那些村民 只知道我是在葬礼上 哭得最大声的那个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爸生病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是我弟 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 没哭